SCP-001是一个描述共识现实的文件 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哲学等 所有不符合SCP-001的活动就会被视为异常活动 欧武会提议讨论某些事物是否要被视为异常 过去也曾对核分裂等科学发展做出讨论 SCP-001的任何更改都需要O5一会全体决定 SCP-001是地球 基金会在地球上发现了SCP-001-11和SCP-001-12 SCP-001-11是一艘有着居住空间的太空船 上面装着SCP-001-12 36个高度先进的低温修缅舱 从获得的资料中基金会得知 地球上的生命是来自外太空另一个星球的基金会 那个星球的人因为对异常物体的依赖 导致星球被摧毁 它们让人类突变以适应地球的大气 SCP-682也是实验中产生的 SCP-001是一个84岁的男性 因为某种原因与死亡的概念融合 欧武们对他进行神经外科手术和认知治疗 使他失去辨识欧武们的能力 这意味着死亡无法识别欧武们 使欧武们达成不辞 欧武之一声称他们是为了保护重要的经验和知识 才利用SCP-001 基金会管理员查看资料后 发现只有欧武们对死亡免疫 而且他们没有考虑让其他人免疫死亡 发现欧武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使用SCP-001 管理员通知了伦理委员会主席 伦理委员会主席派出自动特险队 Omega-1 律法左手攻击欧武们要罢免他们 欧武们也派出他们的自动特险队 Alpha-1红右手 几位欧武重伤 管理员找到SCP-001 让他阅读欧武们的资料 使他们失去永生 管理员其实过去也死亡过 但不管当时在位的是哪个欧武议会 管理员总是会被复活 他让SCP-001看着自己自杀 也达成真正的死亡 SCP-001是世界末日24小时前会发生的现象 大量美丽的花出现 并覆盖地球陆地表面90%的面积 天气会变得晴朗 气温舒适 空气污染消失 全球民众会意识到地球的命运 还有其必然性 暴力冲突事件大量减少 24小时后 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将死亡 SCP-001升红智王 是由科学化、灵性的现代 与野蛮、痛苦但真实的前现代之间的冲突 产生了一种概念实体 是现代性与前现代张力的具现 并且会随着人们对他的想法而改变 原本并非升红智王的SCP-2317 因为基金会的刻意误导也成为了升红智王 而基金会试图收容、研究、分析一切 导致了升红智王开始进入主维度中 反之 蒙托克博士在失去弟弟的愤怒 憎恨下想出的依应令蒙托克程序 反而能阻止升红智王 但在知道这些后 基金会仍然无法做出改变 因此升红智王最后终将到来并毁灭一切 SCP-001是Dr.Wondertainment Dr.Wondertainment的独白出现在文档中 并对自己的身份提出五种不同的版本 从普通的现实人类扭曲者 到创造所有一切异常物品的神迹存在 最后他宣称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 最后建议基金会要理解异常 不该只是收容所有的异常 而是要以这些异常的方式去理解 整篇文档是Dr.Jonathan West写出SCP-001文档的过程 概念与资料库相似 基金会宇宙是一个创作 而SCP-001 一个可能具有智力的存在的续作者 而基金会发现可以说特定的话来引导故事情节 使事情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SCP-001是一个名叫ER-LAT-L-AK9型的运算引擎 没有异常效应也不具有智慧 能借由分析资料对使用措施提出改进建议 他的建议都非常有效 但他后来开始失控 除掉了一直反对他提案的O5-2 还有伦理道德委员会 并以某种方式取代了O5-2 最后他完全掌控了基金会 使统计中无效化的SCP越来越多 最后全部的SCP都被无效化 这个SCP非常隐晦 对于最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各种不同的推论 由于说是SCP-001完成的任务 将作为SCP无效化 还有推论的SCP-001将人类也作为一场无效化 或是SCP-001没做什么 只是普通运行到了整个宇宙自然终结 另外就是其实SCP-001没有无效化SCP 只是单纯发疯而已 这篇文档的特别之处在于 所有SCP-001所说的话 都是有一个叫做Botnik的程式生成的 再由作者修饰 带有一种机械般的诡异感 非常适合SCP-001的身份 SCP-001是关于基金会围栏计划的相关资料 围栏计划是基金会为了对付一个被称为虫的SCP而产生的 虫是一个能破坏时间线的超维度尸体 所有受到影响的时间线都发生了现实崩溃 围栏计划的内容是 认为自己是主宇宙的基金会 以多虫宇宙建造引擎阿尔蒂斯 制造出一系列的时间线 再将虫引导进其他时间线 让它们被摧毁 以避免虫摧毁主宇宙 但基金会却有人对此做法不满 认为就反而是给予虫养分 使它变得更强大 SCP-001是欧武-43 在一场名为凯撒事故的事件后 前任欧武全部死亡 只剩欧武-43 塞里灵异被毁灭 欧武-43被怀疑是犯人 用异常能力导致了凯撒事故 被信任欧武编为SCP-001收容 但欧武们不管怎么调查 都没有发现欧武-43有任何异常 最后揭晓 其实欧武-43是前任欧武中 唯一的普通人 其余都是异常 甚至与其他组织有勾结 欧武-1指信任欧武-43 并将他派出 自己召开紧急会议后 将自己与其他欧武一起用核弹炸死 这是一篇以第二人称讲述的故事 一位情报分析员 在偷看SCP-01文档后 受到魔影抹杀处没影响 进入某个幻想之中 在那里 他一遍也一遍地被同样的重复问题审问 根据不同的选择 故事有五个结局 第一个分支 他在无限重复的幻想中自杀 以寻求解脱 却在现实中清醒 因为看了魔影抹杀处没后存活 他打给记录和资讯安全部 报告发现了一个漏洞 第二个分支 分析员在幻想中 想起了过去在基因会的训练 或除了被审问的幻想 眼前出现一个余购 接受他之后 调查人被悬调起来 认为自己终于完成了某件重要的事 如果拒绝余勾 分析员跟结局一一样 在现实中清醒 一样打了电话 却在打通后 因为不明原因死亡 第三个分支 分析员没有打破幻想 在幻想中 两个审问他的人变得无比巨大 他可以承认自己的过错 被审问他的人杀死 现实中的他也同样死亡 或是可以提出申诉 审问他的人的上司 一团黑色污泥会将他杀死 SCP-001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 立K级现实崩溃 透过某个洞穴里的球体 SCP-001-1 能看到SCP-001-2 一个巨大的人心尸体 对SCP-001-1朗读故事 取悦SCP-001-2 可以防止SCP-001 也就是现实崩溃的发生 但后来SCP-001-2 对故事的要求越来越高 基因会开始对他朗读SCP文档 甚至还虚构一些不存在的异常 或把旧的SCP描写得更夸张 最后基金会发现他喜欢自己的文档 就设计让这篇文档能无限重复下去 SCP-001-1是一个自动化生物力学设备 SCP-001-1具有准智慧 有一个永远沉睡并在做梦的意识 基因梦境会构成现实 基因会为了应付各种能摧毁世界的异常 实施了方塔索斯计划 建造了SCP-001 SCP-001-1能将事物坍缩摧毁并获得资料 将这些资料传给SCP-001-Omega SCP-001-Omega获得资料后 在基因会设定的规则下创造出叙事 再将叙事传给SCP-001让他做梦 进而以基因会的规则重构现实 在代号Lily的事件末日发生时 一位高级研究员启动SCP-001 SCP-001-ABA摧毁了全部事物 却在摧毁自己时遭遇问题 导致SCP-001没有关于自己的资料 因为基因会的规则规定 SCP-001不能遗忘自己 它借着重构出叙事来合理自己的存在 而这些叙事也借着梦境构成现实 这些解释了基因会设定的各种矛盾 因为是SCP-001的梦境 这篇文档有三条不同的时间线 最高统帅 监察议会 监督者 SCP-001是一个具有时间异常的人类 是基因会的创立者 三条时间线因为SCP-001称为因果循环 被称为SCP-001-Delta OW时间线中 SCP-001是一个不会老化的人类 他创立基因会后 遇到一支来自未来的自动特遣队 阿法0 给了他一个能预测未来的装置 SCP-001A的设计图 并帮助他建立装置 OC时间线中 SCP-001是一个不会老化的人类 他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OW时间线中 SCP-001是人类死后的可活动尸体 SCP-001在能创造基因会前 被来自未来的机动特遣队阿法0杀死 13个人代替他创立的基因会 三个时间线互相导致彼此的出现 形成循环 被称为SCP-001-Delta 为了使这种连结消失 三个时间线的基因会合作 试图无效化SCP-001-Delta 最后他们成功了 在一个SCP-001-Delta 被无效化的时间线的遥远未来中 世界变得更糟 而且濒临崩溃 他们试图重现SCP-001-Delta 被无效化时的情景 结合其他SCP 创造出更适合生存的时间线 在新时间线不知道多久的未来后 世界上各种异常恨行 世界充满混乱 一个类似基因会的组织 发现了基因会留下的资料 以及时间回溯装置的原理图 他们发现过去 比现在这个时间线好很多 他们将一个人送到过去 以避免这个未来发生 这个人就是一开始提到的创立者 SCP-001 SCP-001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 与影响的伤食体 称为黑月 能使有异式生物发生突然 且随即的湮灭 生物会变形为一种固态黑色物质 并在4秒后彻底消失 这种湮灭的频率和速度 会随时间指数及增长 从获得的资料中 推测黑月不能在直接观察的情况下进行活动 SCP-001K已局是基因会管理员 它创立了基因会 在很久以前它被执名为制衡 代表负责追捕黑月的实体 并获得不死不伤的能力 SCP-001K是一系列无生命物体 与黑月人工产生关联 却有三个特性 无法在直接观察下行动 对有意识生命怀有敌意 有能力终止有意识生命 基因会创造SCP-001K 希望让观察SCP-001K等同观察黑月 进而阻止黑月 SCP-650和SCP-173都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方法失败 1700年后 基因会建造了一艘生物机械太空船 SCP-001SIC 以找寻有黑月情报的外星文明 又花了一千多年 他们找到了SCP-001Sage 由外星真菌组成人形的实体 有心灵感应能力 管理员与外星实体交谈 并透露它想到了一个方法 微概念地堡能用来阻止黑月 外星实体也证明这个方法有效 访谈后 管理员就躲到了微概念地堡中 外星实体被黑月消灭 在不知道多久的长远时间后 所有的有意识生命都被黑月消灭 这些生命最后的广播 被一个装置 SCP-001K所记录 管理员所在的微概念地堡也在其中 最后为了杀死管理员 黑月进入了微概念地堡 管理员揭 微概念地堡是也由资料构成的地方 所有的一切包括进入地堡中的黑月 也都是资料 管理员刻意留下一个人形的孔洞 使黑月能够进入 使它能够暂时将具有人形的黑月杀死 之后启动而将资料还原成物质的装置 重构世界 SCP-001是杀害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的子弹 在杀害甘乃迪的同时时现实破碎 导致对这事件有许多不同的记忆 这事件之后 人们感知开始与现实脱节 曼德拉效应也是因为SCP-001造成 对于这个暗杀事件 事故001伽玛 保有清楚记忆的人能问定现实 因此被基因会保护 SCP-001是所有人类 人类的每个决定都会导致一个平行维度的出现 而当平行维度数量到达一个上限 就会导致所有多重宇宙一起现实崩坏 R42维度的基金会为了保存世界 将大部分人类杀死 只留下15000个被冷冻 以争取时间找寻解决方法 为此他们研发了能通往随机平行维度的传送门 但他们意外打开了通往这篇文档所在基金会的维度 这些平行维度原本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存在 直到与其建立互通的管道 这些平行维度才会成为存在的状态 在这个宇宙成为存在的状态后 里面的人类也成为平行维度的来源 导致现实崩坏的到来加快 因此R42的基金会传来讯息告知他们这件事 并且送来一个装置 希望这个世界的基金会 用这个装置摧毁这个世界和所有它的平行维度 以上就是R42的基金会的下半部介绍 有些概念很复杂 真理是花了不少时间 希望大家会喜欢 做完之后发现 17个里面有10个 不是世界被毁灭 就是快要被毁灭 感觉有点麻痹了 这边只是简单介绍 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文档 或是等我哪天做完整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D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